然后呢,再利用这个辅助线的这个点,往这边追,那第三个 第三个,三十五对不对,半径三十五,所以我们就是三十五 最右边的是三十五,所以往这个方向追三十五 Enter,然后再三十五 二十五,上面是四十五,再来是三十五 OK,之后的话,那上面有一个四十五的圆的话,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运用什么呢?会是里面的圆,里面的什么呢? 切切半 切切半,切切半怎么切呢?因为我有第一个切,第二个切,两个切,然后呢,再加上半径四十五,Enter OK,这样就切出来了 了解意思吗?因为我要刚好嘛,因为两个圆,中间要加一个四十五,那如果你没有用切切半的话,那应该很难 为什么?你要画一个四十五,要把它放在他们两个之间,而且又要相切的话 那就只有用什么?会是里面的圆,里面的切切半,这个方法其实也是二D常常会用到的这个画法 OK,好,那画完毕之后的话呢?那接下来,请各位再把这一条线怎么样?删掉 那缺口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自己怎么样呢? 大概抓一下啦,因为这个地方缺口多少 很简单,怎么抓一个缺口,你就直接从 任意点,看你这地方就直接 自己再画一个 缺口,我看从这边 这边,然后拉一条线 因为我们只要 修剪的话,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定要是封闭的一个线段 一个 一个,之一个线段,就是 我如果要删掉这个线段,我必须要先在这边画一条线 那这条线的话,一定是有个焦点,有个焦点 OK 另外一个线段的话,也是从 比如说我从这边,从这边焦点 一直到这边,我要缺口大概拉到 四分点这里好了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过的,修剪 修剪,然后按控摆键